读出诗表 看诸葛亮如何将烂泥湖上墙 二二七年 刘备死后五年 诸葛亮在汉中集结军队 决定北伐曹魏 根据当年三月以流禅名义颁布的发位诏书 兵力达到不计二十万 大军出发前 诸葛亮上书流禅 后世称为出诗表 陈亮言 先帝创业未办 而终道崩促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为己存亡之秋也 然是为之臣不屑于内 终治之事 望身于外者 改追先帝之书欲 预报之于陛下也 诸葛亮首先说到五年前 刘备去世的时候 当时在发屋大败以后 刘氏割据的地盘 仅仅剩下一周一小块地方 民穷才进 南部又发生叛变 情况十分危急 然而 大家苦撑局面 都没离开 那是因为 刘备带大家好的 没话说 大家效忠刘产 是为了要报答刘备的恩德 成一开章圣听 以光先帝宜德 辉弘至世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 隐喻失意 以色中见之路也 宫中府中 聚为一体 制伐脏体 不宜一同 若有坐监犯客 即为中善者 宜负有私 论其行赏 以招陛下平民致志 不宜偏私 使内外一发言 诸葛亮接着提出三个不宜 第一个不宜 是要流缠 多听大家的意见 不要没自信 大家跟你说你可以 你就不要偏说 自己做不到 但也不要不经过大脑乱说话 大家跟你说东 你跟人家扯西 久而久之 跟大家聊不到一块去 聊不到点上 大家有意见 也不会跟你说了 后面两个不宜 是限制皇帝的权利 第二个不宜 依照君权与相权的体制 宫中也就是皇帝的内庭 或称内朝 内庭事务 专属皇帝的权限 相对的是 专相上书令的外庭 或称外朝 府中是指专相府 专相开府 有权任用行政部署 有自己的班底 本来外庭的专相 管不到内庭事务 这固然不错 但如今 诸葛亮说 不要在分宫中府中 主要是指内庭的人士 升迁和讲成 都要按照外庭 专相府的规矩 不要有两套标准 第三个不宜 奖赏惩罚事项 一律交由主管部门 研议审理 皇帝不要自作主张 这样才不会有人说 皇帝不公平 世中侍郎郭幽之 匪医 董云等 此皆良时 至律中纯 是以先帝 简拔以异陛下 予以为宫中之士 事无大小 稀以资之 然后施行 必能避不缺漏 有所广义 将军相宠 性性孰君 小畅君士 适用于昔日 先帝称之约能 是以众义举宠为度 予以为营中之士 稀以资质 必能使杭镇和睦 幽烈得索 两个稀以资质 仍是对皇帝 权力的限制 皇帝的内庭事务 诸葛亮安排的是 是中国幽之 匪医 董允三人 匪医后来转任 丞相府参军 随从诸葛亮北发 郭忧之士好好先生一个 所以实际发生 监护作用的是董允 诸葛亮要求流禅 宫内事务不管大小 都必须先问过董允 董允同意了才能做 其实就是听从安排 无权过问的意思 另外 董允也兼任虎奔中狼将 负负责皇宫警卫工作 至于成都的禁卫军 诸葛亮则安排 相冲担任指挥官 这个部分的权限 跟宫内事务一样 流禅也是无权过问的 亲贤臣 愿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愿贤臣 此后汉所以兴颓也 先帝在时 梅雨沉沦此事 未尝不太惜 痛恨于还领也 事中 尚书 长使 参军 此息真量 死劫之臣也 愿陛下亲之信之 则汉氏之龙 可继日而待也 亲贤臣 汉氏龙 这里诸葛亮开列的贤臣名单 有 前面提过的 史中郭优之 匪一 董允 另外 外庭的上书 陈镇 丞相扶 长使张义及参军讲晚 丞相诸葛亮北发 长使张义及参军 讲晚留守丞相府 小人名单从缺 出师表到此算作第一段 可作一个小节 本段主要就是针对刘禅的保护拐束办法 这个保护拐束办法对刘禅的限制极大 刘禅已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成年人 再怎么平庸 再怎么无能 未必不会产生反弹 而也未必不会有人从旁挑拨 所以诸葛亮开口先帝 闭口先帝 说这些人都是刘备认可的 这些做法也是刘备赞同的 这样刘柴也好 想挑拨的人也好 就都没话说了 臣本不一 功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问答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唯自网居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事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以驱使 后之亲父 受任于拜君之计 奉命于为难之间 尔来二世又一年已 先帝之臣谨慎 故临绷继臣以大事业 受命以来 素叶忧勤 孔托父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故五月赌卢 深入不毛 金南方已定 兵家一族 当蒋帅三军 北定中原 树节奴顿 嚷楚奸凶 兴赴海士 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终陛下之职份也 由于当年三月 已经以流禅名义 颁布发位诏书 所以这一段 诸葛亮并不是在解释 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发位的理由 而是在做一个人生走马灯的回顾 诸葛亮高唱 我现在要出征 一本当初龙中队 成霸业 星汉式的终极目标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这不仅是刘备的意愿 更是诸葛亮毕生的置业 是生死不渝 必须完成的任务 至于斟酌损意 尽进忠言 则幽至伊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 兴父之孝 不孝 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 则则幽至伊允等之慢 以章其咎 陛下依一字谋 以字邹善道 查那雅言 身追先帝一诏 臣不生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 林表涕气 不知所云 结尾 诸葛亮仍将重点 放回到刘柴身上 带兵打仗 责任归我诸葛亮一人 保护拐束 责任归郭优之 匪一 董允三人 董允 给我看好阿斗啊 刘柴你只要遵照 你爸的交代 乖乖听话 我诸葛亮就阿弥陀佛 谢天谢地了 我读出诗表会哭 是哭诸葛亮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拔屎拔尿 虎口婆心 都说阿斗是烂尼呼不上墙 但看出诗表 便知诸葛亮是怎么硬把阿斗扶起来的 只是就像后来司马昭说的 不能辅之九泉罢了 养之九泽华